哈喽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 今天孟婆给大家介绍一部美国惊悚恐怖电影《极限猎杀》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六个大学生去郊游遇到杀手 沦为狩猎场里的猎物的故事 电影开始因为学校放了长假 短发妹黑发哥和他们的四个好朋友驾车去郊外游玩 黑发哥开着车众人一路上欢歌笑语地前进着 忽然车抛锚了,这可把他们筹坏了 荒郊野岭的一个人也没有,更别说是修理厂了 这时短发妹拿出手机各种自拍发朋友圈 几个人中只有黑发妹比较靠谱 她拿着手机寻找信号 通过手机地图,黑发妹找到了修理厂 黑发妹提议去修理厂找人修车 短发妹听到后有些不开心 她觉得找修理厂太费劲了,走路很累 男生们为了迁就短发妹尝试着修车 剩下的三个女生靠在车上聊天 胡子哥在换轮胎时 看见轮胎旁出现了一颗子弹 胡子哥赶紧呼吁大家过来看这是怎么回事 胡子哥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一枪爆头 前驱观望的金发妹也中枪倒地 黑发哥比较幸运 子弹没有伤及她的要害 只是擦伤了她的胳膊 短发妹,黑发妹,黑发哥 背下的躲在车后面不敢出去 卷毛哥独自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 四周很空旷,根本没有可以做掩护的东西 他们仿佛是关在了笼子中的鸟 出去就会被猎人看前打死 不出去的话就会在笼子里饿死 黑发妹是智商担当 她机智地拿出手机打开摄像头 用摄像头拍摄车子外的画面 幸运的话说不定能拍到凶手 结果是除了荒漠,其他的什么都没拍到 黑发哥越想越气,他想冲出去挑衅杀手 被短发妹和黑发妹拦了下来 随后黑发哥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钻进车里 他想要开车掩护大家逃跑 车子刚刚发动,黑发哥就被凶手一枪致命 子弹穿过玻璃打死了他 短发妹一个不小心跌出车子外 他被吓得手足不能自理待在原地不管动 四周一片寂静,此时发生会格外突出 黑发妹听到凶手换子弹的声音 他赶紧召唤短发妹和黑人躲进车里 短发妹成功地转移到车厢内 黑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的腿被打伤走不了了 短发妹从车厢中找到几瓶饮料 他又下车和黑发妹分享饮料 两姐妹喝着饮料补充能量 这时道路上驶来一辆小汽车 司机被杀手秒杀 车子失控,翻车了,全车人阵亡 短发妹和黑发妹从上午待到了傍晚 可是一直待在这不是办法 黑发妹点燃汽车 想利用燃烧的烟雾逃走 此时一辆武装车朝他们开来 任凭武装车装备再好 还是抵不过凶手的枪 武装小队全队阵亡 黑发妹本想趁乱逃跑 可还是抵不过杀手的眼睛 黑发妹也英勇就义了 同伴们都死光了 短发妹决定和凶手拼死一搏 她貌似爬上车开车 短发妹车气不好撞在树上 阴差阳错地撞倒了埋伏在树上的凶手 凶手高空坠地晕了过去 短发妹捡起她的枪把她打死了 结果枪走火 短发妹自己把自己给终结了 这部电影节奏掌控得很好 众口血浆的程度把控得也很好 结尾疏忽意料 无人生还 导演细节把控得也很好 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